青青潭的鱼儿游啊游 在海里面游啊游 龟鹅巴的明星游啊游 在天洋里面游啊游 它有高高的胃口 最爱吃的是龟鹅 然后叫它龟鹅厚 那是谁 龟鹅巴 青潭的游客中心重新开幕 那我们希望可以把青潭这边在地的游业的产业 跟青潭这边社区的一些雨村的文化跟历史 来让大家来认识 那透过这个场馆 我们其实现在的营运是有做双鱼的导览 那也包含是场域是可以直接错过 就是场域的闯关可以用我们的闯关的互动教材 来直接在场观从一楼市鱼种的认识到二楼市鱼法 可以认识永绪海鲜的概念 怎么去选鱼挑鱼跟认识台湾在地的鱼 是希望可以通过场馆 那也可以品尝到花莲在地青潭的鲜鱼 一起来品尝跟认识青潭这边 特别的游村跟文化跟游业的鲜美 在这次零四零三的大地震 当然也实际对于花莲这边的观光业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特别其实是在太鲁阁的这边 那所以其实青潭台又作为来到花莲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光的景点 那我们其实怎么去在这段症候的期间 但是我们准备就是可以增加更多的在地文化跟特色 不管是从产品那边获得就像世界勤酒 就是金奖坚匀的勤酒 用在地的坚匀做成的产品 那也包含是场域双语的一些导演的活动 那也希望其实在地震后 大家其实来到七星潭 其实可以重新更深度的认识七星潭这边的产业跟文化